兒子明天他比賽有沒有影響到 幸福奏船董事長陳欽南 依規定來到派出所報道 和老婆兩個人分不同事關先生 不管記者怎麼問 兩個人始終沉默 但怎麼等就是沒等到 他們的兒子陳偉智 因為陳偉智已經向地檢署告假 特地從高雄要來到台中 4號 5號連續兩天 要在這裡參加網球比賽 但是這兩天陳偉智必須遵守規定 他要到台中當地下去的 文昌派出所報道 因為承接列雷劍涉及炸彈案 陳偉智交保後 每天必須到住家附近的派出所報道 但在這個風頭上 熱愛打網球的陳偉智 仍然不願放棄任何球賽 連續三年陳偉智都到台中 參加紅海盃網球賽 2014年還打進南丹八強賽 球技很不錯 更是前10名的種子球員 球友透露 他每次都是開著寶石捷 或是馬沙拉蒂高調現身 等到比賽快開始了才會到場 應該還不錯 打到種子應該算還不錯 對 他們有一個慶富碑 我有去打了 他那個是性質比較不一樣 今年的網球比賽 陳偉智報名了45歲壯年組 男單 男雙都有參加 感覺說怎麼會發生 因為他們也很熱心 怎麼會出這種事情 未傳陳偉智賭博輸錢 又在大陸投資實力 公司又捲入炸彈案 但是生活似乎不受影響 就算要跨渠道台中的派出所報導 也不能放棄網球比賽 似乎心情還很輕鬆 記者林俊林佳慶蔡雙吉 SNG小組 台中高雄綜合報導